你超 他這個經理邀請我到香港 讓我去參觀黃月朗公司 到裡面一看 彈說說 五雷轟底 啥叫 我們是美院出身 我們滿腦袋都是精英作品 經典油畫 全音速素描 準確造型 生動的速寫 是吧 一到那個現場 九十年代中 一到那個現場一看 一個主創人員 然後下面一個團隊 不是不是 他是這樣的 一個主創人員在裡面 這個主創人員是瘋瘋癲癲的 天上倒式的 但是他每天都必須出一張紙 因為他每個星期上出一本薄冊子 這個紙呢 這個主創人員先規定 主角一 主角二 主角三 主角四 各種角格全都配好 然後每天出一張紙都打格格 欠比畫 各種這樣的動作 一出來以後 底下分什麼組啊 比如說這個叫道具組 這幫人就專門畫各種道具 各種武器 那個叫衣服組 他專門畫各種衣服 那個呢是什麼 背景組 怎麼畫房子 天氣啊 分工 而且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是不是 對 結果我還看著這樣的分工 還有上色 有一個年輕人 每天幹什麼呢 就拿個白紙 拿個鋼筆 點 點滿一張紙 我說點來幹嘛 點滿右 剪下來貼得做背景 另外一個呢 畫 放射線 剪下來貼 還有一個色彩組 另外 全分工的 我是這樣生產 這四大加生產有個好處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主創人員 然後每個人進來做學徒啊 收入啊 在任何一個局部 他都是 No.1 不過他 他做不了全部的 嗯 對 然後就把我原來關於美術學院的那種教學 全部幹掉了 嗯 然後回來想 我們什麼時候也能夠這樣組織呢 造成想法 沒辦法實現 所以才有剛剛我說的那一套 沒辦法 很難很難 在國內沒有這個產業鏈的話 這個做不成 當時我是覺得能不能這樣學 所以呢 當時就對卡通留下很深的印象 嗯 之後我的同學 跟我同年 居然就推卡通一代 嗯 在廣州 嗯 就是一種 勾陷平圖 嗯 當時他們的形象背景形態是電玩 嗯 還是電玩 我就積極參與 我還策展 啊 當時我的策展呢 我還記得我的策展的那個展覽叫做走向生活 嗯 廣東 以後還寫美術史的話廣東這一段我想我還是要被寫進去 就是卡通一代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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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場跟我還是有很大關心 我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參與者 是吧 好幾個主要的這個藝術家今天都很有名很有名氣的 黃一翰 黃一翰是 周勇 是領袖了 周勇了是吧 還有響叮當了 還有江橫了 還有這個孫小峰了 孫小峰今天風格也變了 有一些後來也沒堅持下去了 嗯 有一批的 孫小峰是做策展去了是嗎 後來的 但是當時他是畫卡通一代的 當時畫卡通一代 就是說 潮汕人為主 是吧 不是不是 也不是 也不完全是潮汕人 像有幾個廣州人 但是廣東為主 嗯 就是等於是把這種世俗的這種娛樂的這種形象 嗯 嗯 融進去 當然以前他非裔 而且我當時在推廣東卡通一代的時候 9596年的時候 其實 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界 是比較拒絕的 我認為這個太淺濃了 嗯 太 美國化了 或者他也 其實也不是美國化 比如說像四大天王他們也是這樣子 沒有沒有 他們跟著潮流沒有關係 他們跟著潮流完全沒有關係 是啊 但他們的 他們也沒有這麼說很豐厚的什麼 藝術深度啊 什麼 沒有 我覺得他是另外一個東西 他跟這個 我說的這個潮流還不一樣 嗯 還不一樣 這個這個其實這個潮流 如果在內地蔓延的話 其實是90年代後 2000年前後的就是那個重慶 重慶在 他們居然在2004 05 06年到了高峰 而且獲得很大的商業利益 重慶 很大的商業利益 重慶卡通一代 他的重要推手就是我的老朋友 于可教授 但是我到重慶 當時我到重慶 05年我到重慶 一看 幾乎所有畫家都畫卡通 是嗎 有人沒有出來是吧 有人沒有出來 有一個網頂 一個年輕人 從小玩遊戲玩瘋掉的 我覺得他的畫很好畫的 我專門寫過一篇他的文章 他們全是這些 但是他們商業化很成功 廣東卡通這幫畫家商業化很不成功 這很有意思 號稱 這是為什麼呢 商業化的前沿 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 就以卡通一代的風格為一個案例 卻無法商業化 而重慶04 05 06年 它是非常成功的商業化 非常成功的有市場 以至於 會不會太商業的社會就會這樣子 比如說香港 香港的從來沒有一個商業化很成功的藝術家 可能有這個原因 我不知道 因為珠三角的人 講粵語的人 一般人 還是地域性問題 對於收藏化沒什麼興趣 他們對於當代藝術的愛好 肯定不如上海人 收藏熱 好像不如淚滴 不然以為完沈總侯呢 我覺得他們好像 一般珠三角的人 廣東人講粵語的人 好像 對這個是不是水上沒有興趣 我沒有探討過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現象很有意思 就是 藝術的商業化 遠遠不如 比如說 內地西蘭 西蘭成為一個重要的生產基地 然後呢 它的出口在什麼地方呢 在上海 在香港 所以我們常常在香港看到很多西蘭畫家的作品 比如說西蘭著名的畫家周春陽 他的畫在香港就很有資產 所以西蘭 所以我在藝術界那麼多年 我覺得西蘭那方面的人 在這方面做生意 其實比廣東藝術界成熟多 廣東藝術界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廣東藝術界另外一個成熟吧 大概國畫圈什麼 這個筆繪嘛 這個炒作嘛 是吧 這個潮山人這個畫國畫的這個 很好的一個圈子嘛 胡家草嘛 你追我都認為 畫國畫要回潮山畫了 在廣東 但後來像北方很多畫國畫 他也走 你覺得 就因為中國的當代藝術很強調這個 自己所擁有的這個中國背景 希望不要複製西方的這個話語 那你覺得國畫結合這個潮流文化 卡通漫畫這些是一條路嗎 其實國畫加畫卡通反而是不成功的 如果他要堅持國畫的這個計法 例子我就不取了 就很糾結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材料 中國語言的這個語彙上 國畫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用的是國畫的材料 技法 但去像畫卡通 沒成功 那麼卡通 的的確確 對於廣州來講 它跟電玩真的有關係 而且最早衝進廣東的 衝進全國的 日本最重要的形象就是美少女 所以我至今為止 我一直跟很多搞當代美術研究的人 都一直跟他們說 不要管潮流和命名 但是我的老朋友黃岩漢先生 在96年到97年的兩件作品 我認為是應該寫進美術史 第一件作品 兩件作品都是裝置 第一件作品 就出現在1995年 我策劃的那個卡通一帶的展覽上 第一件 所謂的第一件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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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名字叫做 美少女大戰機器人 整個裝置很簡單 就是黃岩漢做的是一個象棋棋盤 發光的象棋棋盤 兩邊擺象棋 對不對 這一邊是美少女 那一邊是機器人 不是玩具 全是玩具 參觀的現場 很多小孩過來想搶這個玩具 他就是玩具 就買一堆玩具 但是我為什麼說這個是有代表性的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表現了當時的重要的情境 象棋棋盤就是中國 它代表中國對不對 但是在中國這個土地上 互相爭霸的卻是美少女和機器人 一個是性感的 一個是機器人暴力的 機器暴力和性感 在中國土地上對決 我覺得這個太精彩了 這個可以說是形容得很恰那 他的第二件作品 黃岩漢第二件作品 就算在第二次展覽上 叫人其人 人其人呢也是個裝置 下面放了五部電視機 當時還沒有那種遊戲 成熟的遊戲機出現 所以玩家是都在電視機上 而且當時還是屬於 第二代遊戲的時代 混豆螺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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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 就插卡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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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時候時代 還沒有出現後來的一些 3D的那種 底下是四部電視 電視屏幕上放的就是遊戲 各種遊戲對不對 電視上面貴的一個小貴的一個男 男青年 那個男青年就是用塑膠模仿真人做的 逼真無比的 貴的就是崇拜遊戲嘛對不對 而這個男青年穿了一身名牌衣服 真的是真的衣服穿上去 名牌衣服 戴上那個染色的頭髮 然後呢那個男青年上面 騎著一個美少女 但是那個美少女 是個玻璃片畫的 一個一個一個有機玻璃片 騎在上面 手指著前面 他叫人騎人 我覺得環夏這兩個作品 反映93代到2000年的這種 消費文化衝進來所 形成的狀況 尤其對當時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嚴格來講應該是 七年後了對不對 嗯 應該是七年後了 對吧 當時的狀況真的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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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